孤茲別克則是分組第三 剩下最後的10秒鐘 應該這樣子不公了 這場比賽最後將要定調到94比75 中華隊最後是以19分的差距 擊敗了卡達隊 現場的球迷朋友當然 沒有像昨天 是丟一些瓶瓶罐罐下來 反而是抱以熱烈的掌聲 因為今天卡達隊 讓現場觀眾還有現場所有的球迷朋友 電機前面的兄朋友看了完整的四節比賽